常常我會覺得我不是在做葡萄酒 它只是經過它 在跟大家溝通土地的 這個台灣土地的美好 可以從葡萄酒跟人家講到說 台灣的農產品的厲害 而且是好喝 然後我們可以跟全世界的人去分享 我剛開始都是像一般人一樣 去餐廳 市酒師建議點葡萄酒這樣而已 沒有自己的喜好什麼都不懂 所以我真的從零開始 旁邊的人也會跟你講說 不可能啦 台灣怎麼可能喝台灣的葡萄酒 他都喝國外的酒 然後我爸爸都沒有理會這個東西 然後剛好在2009年 台中的改良廠 他研發出這個 台中三號這個品種的時候 爸爸就想說 哇 這個真的是很可貴 全世界你有自己的品種很可貴的 你一定要種看看才知道 剛開始也是不想要接 因為你有面子問 你想說我都不懂 把它弄砸了怎麼辦 這是很多錢 我本身從小就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都市小孩 怕蟲怕熱 但是我在農地一整天在工作的時候 這個整身都失掉的時候 一點都不覺得難過 這七年在弄 因為弄葡萄酒 我覺得我改變太多了 這是爸爸的一個禮物 然後我真的受益太多了 我們希望我們的葡萄酒是可以反映本來我們台灣的自然的風土的風味 像現在這個黑厚 它是有很奇特一些台灣的梅子 梨子 還有什麼洛神花 還有桑葚 有點鹹酸丁 然後會流口水 酸梅的味道一大堆跑出來 剛好在台灣因為雨很多 然後太陽很多 又再加上栽培方法是用棚架式 它就可以所有的樹葉都可以收到最多的充足的陽光 然後剛好適合黑厚跟青香這兩個雜交種這樣子 在栽培上第一 我們不要過度的讓牠生太多水果 然後我們一年一收 牠一年已經生很多了 你還是要牠讓牠好好休息 不要一直給牠萃取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草生栽培 讓牠就是表面的土地有收到牠自然的營養 這樣子讓牠可以呼吸 那我們相信這樣的時候 牠自然會給予你好的葡萄 本來台灣在栽培上就是會比較艱苦 因為我們雨量都是比別人還要多 然後我們的品種又容易比較暖 很容易有病害 冬天太熱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夏天的時候又有雨季 然後又有颱風 像我們每一年的那個產季的那個產量 上上下下沒有辦法一致性 剛開始的是不懂 所以也是跟著農夫一起 所以有器重農夫很好 因為牠在這邊種植了四十年五十年 牠非常知道這邊的天氣 然後跟牠們一起 然後你也學習牠的精神 然後你旁邊有一個價值觀相同的一個夥伴的時候 其實是會互相更前進更好 就是緣分 因為我們也沒有那種大的 銷售就自己要去做嘛 這些餐廳都是靠什麼 都是自己去敲門 然後再來圈子很小 那這些主廚朋友都會很疼我們 牠會自己會去跟牠的另外主廚朋友介紹 牠知道說原來龍營他 Johnny迎賓酒牠就選我們的白中白 所以很多人認識都是因為龍營開始的 國宴最剛開始其實是外交部 牠們之前就有在 有時候在宴客的時候就有買我們的酒 那我不知道是誰有去跟牠們講吧 自然而然發生 我覺得這個是最有力量 我們在過來想要做的酒就是 就是適合台灣人的飲食習慣的酒 然後它可能不要這麼貴 可以做出更大眾大家可以喝到的 台灣的葡萄酒然後是大家喜歡的 我不太喜歡想說愛台灣或是什麼 這個有點太表示好像你比較厲害 然後有點上下這樣子 希望說我們做的事情就像那個石頭一樣 使土地跟人的一個結晶 你不要忘本 我很感謝我爸爸是因為他改變 讓我變成是一個比較踏實一點 踏實在活著 其實後來也很可惜是 我爸爸2016年初的時候過世了 我們到17年才葡萄酒才真正上市 所以他沒能看到說很多餐廳 市酒師大家喝到葡萄酒的喜悅 但是我相信他會很高興的 他有在看著我相信